高鐵的宜蘭設置案 沒有想到現在竟然又冒出了第五個 還有第六個選項 這好像 玩大富翁遊戲的倉促選址 因此讓立委邱成遠痛批 7000萬的評估 就好像丟進水裡去了嗎 更多的內容我們連線給記者李佩萱 好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請到 邱成遠遠遠聊什麼事情呢 我們聊到今天其實交換委員會 又要再度討論關於這個宜蘭高鐵 延伸的選址問題 就想不到在這之前 因為突然冒出來 我們之前常在討論說 四個站點然後大家各有優劣等等 就現在不止四個站點 現在有第五案第六案 那其中有一案可能會達成共識 就是交通部現在重新研你提出 他希望在縣政中心 旁邊附近要設一個宜蘭新站 不過 剛剛聽到說四個站突然變五六個站 其實當初在選四個站 就已經花多少錢的能委員 對我想其實 高鐵宜蘭選址的部分 之前在做相關的評估 大概已經花了大概7000萬左右 那其實一路從 這個原本這個林佳龍部長時代 已經決定的 定案的這個所謂宜蘭站 的部分 到後來王國財部長上任之後 又急轉彎到這個市城站 那當後面有這個縣政 縣政中心 還有這個 所謂的羅東站 本來是這四個站 但是經過我們這兩個月 不管說地方的協調會 還是要求交通部到地方來去做相關的說明 發掘這個名義之後 他們又現在要急轉彎 昨天拋出了一個所謂宜蘭新站 宜蘭新站是在原本的縣府 縣政中心的部分 宜蘭 他要再找一塊地 然後 用這個 共站不共軌的方式 另外拉 一條 這個路廊 台鐵的路廊 跟這個 高鐵另外拉 兩個路廊到這邊 用一個 這個新站的方式 來去做 共戰不共軌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又不禁想問 那之前的溝通 為什麼 這個方案都沒有提出來 第二個就是說 那之前的相關的評估 到底是 到底所謂何在 是這些錢都丟到水裡面的嗎 我們知道其實宜蘭 站的一個選址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不要黑箱 我們要透明 我們要尊重專業 尊重專業跟兼顧當地民意的 一個原則之下 來去做一個 相關的選址的作業 因為我想一個 這麼重要的百年的交通建設 對宜蘭人 對我們全國 老百姓要往東部的延伸的 這個交通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建設 千萬不要政治凌駕專業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政治凌駕專業 為什麼 因為原本的市城站跟我們的宜蘭站的這個 選址的爭議 其實就 延伸到甚至變成是不是民進黨內部派系的鬥爭 所謂政國會跟這個 蘇系的一個 鬥爭 那現在擺不平之後是不是裡面 大家講好 就像我們的五倍券的政策 最後又來一個急轉彎 然後現在來一個宜蘭新站 宜蘭新站相關的評估作業做了沒 相關的區段徵收 相關的這個 路廊的規劃 還有就是說 最重要的預算 因為我們知道說要在 這個 市城站的話 它大概要1700多億 如果說到這個 宜蘭市站 因為它的這個 在市中心它必須要架高它的這個 站值的這個高度 所以 會高達9成 那當然有很多包含工程上的技術 還有 周邊居民 的這個區段徵收 還有一些 噪音的問題 其實那個就要1800多億 那現在又拉到一個新的地方 那先 先姑且不論說工期會不會又再往後面延長 因為等於可能是不是要重做一次 那 再來就是說 費用 我相信 現在 已經我們這樣初步估 至少要1900億 左右 以上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交通部其實真的是要說清楚 講明白 為什麼 一個這麼重要的百年的交通大計 你在 兩個月內 三次的這個急轉彎 我覺得這個是一般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這中間的社會溝通 跟地方的溝通 你到底做足了沒 我們不需要 這麼好的一個建設的一個 一個百年大計 變成一個政治風暴 其實這有點像是玩這個大富翁 那剛剛委員講到了7000萬的評估 有點像是繳過路費 怎麼一說呢 你看我們剛剛講到原本是四個站 現在好像是骰到哪 又突然冒出了第五第六 那其實委員也有講 之前怎麼都沒提出來 現在怎麼突然就可以冒出來 那你就是試之前的評估於無誤嘛 但是我們不禁想問委員 蔡政府現在已經到了第二任了 但是這兩任之間 其實有非常多倉促的一些政策推出 然後呢 他們現在目前的執政的誠信跟威信 顯然是蕩然無存 像是之前的一例一休 像是之後的反滲透法 急著修法 急著賣芒果乾 就是想不到後來根本沒有辦任何人 昨天也證實了 還有包含的是竹竹要去升格 都是為了政治考量嗎 對我想這個就是 蔡政府讓人民最沒有辦法接受了 常常他的政策都是先射箭再化吧 為什麼 這個 常常因為選舉的考量 要到了選舉的時候 就開了一大堆政見的支票 但是實際執政之後才發覺說 中間的溝通或者是執行上有困難 在 一直的變動 我們講一個前瞻基礎建設的 八年八千八百億 其實當中的軌道建設的預算 中間有做了很多的挪用 而且最 最 讓人所不能接受的 就是在跟財政機率的部分 常常用特別預算這個 常態性的舉債的方式來規避 公務預算的公債法的上限 然後跟公務預算來去交叉去使用 等於兩套帳 自己支票開完 互相的來去使用 那包含這個縣市合併的 這個 不管是就 升格還是說 這個縣市合併 其實這個 當然都可以去討論跟規劃 但是這個是一個 涉及整個 國土規劃 還有這個整個 總體國家的發展的一個考量 他 對他並不是單一個 縣市 可以去 這個 來 以單一縣市來去評估的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有涉及到很多法令上的 一些完善性 包含我們的財劃法 我們的地制法 還有我們等等的 甚至地方的選制 這個都會 去 做到變動 那這個又牽扯到就是說 其實 你越靠近選舉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會讓人家 認為你是不是在延長自己的 政治生命 包括我們的林志堅市長 林佑昌市長 其實都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 其實就會讓人民 會覺得非常不解 因為你們今天 民進黨執政 你不是一天兩天的 你已經 六年多了 而且你是中央地方都執政 如果你要做這個相關的改革 你是不是一開始就應該要提出來 而不是等到你選舉 你看滿任的時候再提出來 那當然這個時候 就會演變成 這個政治上的這個 的這個操作 那本來一個 應該可以做下理性討論的事情 就會變得沒有辦法 來去做一個理性的討論 當然感謝委員 保護時間 謝謝委員 謝謝謝謝 剛剛聽到委員 他還講到關於這個高鐵的這個 現在目前要移植 那到底要移到哪裡去 就是等於說我們要延伸到宜蘭之後 但是設站在哪裡 現在不只是四個方案了 還有第五第六 甚至好像要達成共識了 那不斷要回到最開始的開始點 就是說 現在蔡政府難道就是只要看到 風向不對了 民意不對 馬上就要轉彎 那這一些其中的專業評估 還有究竟有沒有從在地民意出發 這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而在今天交通委員會上面 也要就關於到高鐵延伸到宜蘭設置 到底要在哪裡去做深入討論 有更多內容 我們將持續為您進行查播報導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朋友 包鐵的宜蘭設置案 現在又冒出了第五個 還有第六個選項 在今天交通部長王國才 他是怎麼說的呢 國會大現場 請佩軒帶我們掌握 這次來關心立法院的最新焦點 這高鐵延伸到宜蘭的設置問題 持續的引發民進黨內 茶壺裡的風暴 我們都知道在上一波 交通部他比較主意是希望可以推 四成站 而這個四成站 是在今年的8月才突然冒出頭的 在原本都是好像預定 像是大家都已經大肆底定 以為會是設在宜蘭站了 也因此改到四成的時候 立法院長尤錫坤馬上發表了不滿 想到交通部現在提出了第五案 第六案 甚至還不排除會有未來方案嗎 今天王國才的雨帶玄機 我們先來聽聽看 高鐵宜蘭站的設置 因為現在還在委託顧問公司 做綜合評估 中 所以我們原來四個站 是不是做一些 調整 這部分 最近我們也聽了很多地方 所提出來的聲音 那基本上 不管剛才談的第五第六 或是未來的方案 都會請我們的顧問公司 進行一個 專業的評估 昨天有沒有跟游錫婚院長接過 因為這段時間 我也跟 包括宜蘭的 相關的鄉親 也 有一些溝通 那 昨天我有跟游院長報告 大致溝通的一個狀況 那游院長也希望說 就 本宜我們的專業 然後 提出一個符合大家 這個需求的一個方案 還記得嗎 當時為了好像要改到四成站的 受理法院長游錫婚 他基於說他以前是宜蘭的老縣長 另外他也說身為一個宜蘭人 他希望呢 可以去聽從民意 他講的是什麼意思 因為當時交換部 突然改成四成的時候 那時候理由是說 如果用現在目前的宜蘭站的話 這站體的工程 可能有九層樓高 也許會有一些相關的工程安全的問題 也因此我們當時看到的是 民進黨內的茶壺裡風暴 想不到現在 又推出了第五案第六案 好也許現在目前 眼裡可能會變成是 宜蘭的這個 宜蘭縣府的這個側邊 原本他們以為是縣政中心嗎 因為縣政中心其實是宜蘭縣政府 當初最開始 在去年底 他們就希望可以設在 縣政中心站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在縣政中心的附近 要再去架設一個叫 宜蘭新站 而現在這看起來 是不是比較 獲得大家的共識呢 因為他又會再跟宜蘭站 去做延伸出來的對接 不過無論如何 我們還是不禁想問 這樣的變變變 好像在之前花7000萬的評估 直接放水流以外 到底是從專業出發 從人民出發 還是只是從你的政治算計 來出發呢 主播 無論如何是否 在這裡 那邊是否正在 您是否正常出發 成功 於是否正常出發